中旅油是全球生产量最大油脂 与豆油、菜油并称为世界三大食物油 据USDA最新数据显示 2022-2023产季全球油脂总产量为2.19亿吨 全球中旅油产量7920万吨 占比约36% 同比增加4.3% 该产量及增长率贡献主要来自于印尼、马来西亚及泰国 三国产量占全球中旅油产量约86%至90% 印尼巨龙集团印尼办总经理孙中宝表示 印尼是全球中旅油最大生产国 而中国中旅油每年进口量约700万吨左右 70%都是源自印尼 他还表示随着中旅油市场对可持续转型 该标准将会是今后中旅油交易的重点要求 如果不满足可持续中旅油标准体系 进出口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可持续中旅油呢 是今后中旅油交易的重点要求 就是如果是中国的产品要进入欧美市场的话 这个是必须遵守这个可持续发展中旅油规则的要求 现在在印尼呢 已经全面推出了一个叫ISBO 那我们的这个企业呢 也都通过了这个ISBO的认证 如果没有这个认证呢 这个产品是你是介入不了这个欧美市场的 中国粮油社会油纸专业分会副会长谷克仁表示 中国作为棕流进口大国 致力棕流可持续发展 既符合建设生态文明 绿色一带一路战略 也符合中国在实现联合国的几项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经认证的可持续棕流的消费量增加在生产国可以减轻贫困 遏制世界饥饿 为发展中国家带来经济增长 良好的健康和教育等 据了解 今年印尼棕流产量预计增至5225万吨 孙中宝说 目前棕旅游企业从种植到生产加工整个流程 都已严格按照可持续棕流标准来发展 希望未来中印尼两国棕旅游行业的合作更紧密 实现可持续棕旅游 共同推动两国棕旅游行业发展 美洲新闻记者张曼曼采访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